中文字幕——YK 基督的圣聪、圣事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我想我们都认识圣热罗尼摩 他把圣经从原文修布莱、希腊 翻成到拉丁文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 天主教会官方的翻译版本 我们今天是纪念另外一个圣人 跟圣经有关的 是征服雷永明 是范基慧 他是出生于意大利 但是他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当作他来世的一个使命 他在意大利 但是他知道说在原方 有一个大民族 那这个民族叫做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还不认识耶稣基督 还没有圣经 所以他就决定要把圣经从希腊、希伯来 翻译成中文 所以我们因为有他在 他是翻译会 有他在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我们现在就更认识耶稣基督了 他每次翻译成 把一本书翻译成中文 他把这本书先奉献给圣母玛利亚 因为他说圣母先把天主的话放在他的心 把这奉献与圣母 圣母把这天主圣言带给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位圣人 征服雷永明 继续为我们祈祷 使我们可以更用心的聆听天主圣言 也活出天主圣言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就没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试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正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你恩赐征服雷永明神父 坚强的信德和中毒的精神 祂曾原色重养 以圣言服务中华教会 求你帮助我们 借政府雷永明神父的带导和榜样 日爱圣言 聆听圣言 并在圣言的光照下 时常履行你的圣言 以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是为一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至西伯来人书 弟兄们 我还要说什么呢 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 在述说 基德红 巴拉克 三松 伊弗达 达卫和撒木尔 以及众先知的事 他们借着信德 征服列国 伸张正义 得到恩许 堵住狮子的口 熄灭列国的威力 逃脱利剑 转弱为强 成为战争中的英雄 击溃外国的军队 有些妇女 又找到他们 死而复活的家人 有些人 受了酷刑拷打 不愿接受释放 为获得更美好的复活 又有些人 遭受了凌辱和鞭打 正知锁压和监禁 被石头砸死 被锯死 被拷问 被利剑杀死 披着绵羊或山羊皮 到处流浪 受贫乏 受磨难 受虐待 世界原来配不上他们 他们就在旷野和山林间流浪 在山洞和地穴中栖身 所有这些人 虽然因着信德 获得了包扬 却没有获得所恩许的 因为天主为我们 早已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事 使他们若不和我们在一起 就不能达到完全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凡信赖上主的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 振作精神 凡信赖上主的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 振作精神 上主为敬畏你的人 你保留的恩责 是何等丰盛 你在众人面前 为投靠你的人 施语的慈爱 何其宽宏 凡信赖上主的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 振作精神 你使他们投奔到你的面前 免遭别人的暗算 你使他们藏身于你的营帐 免受残言的重伤 凡信赖上主的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 振作精神 愿上主受赞美 因为他在坚固的城内 奇妙地向我显示 他的慈悲 放心爱上主的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 振作精神 我金黄石 我金黄石虽然说过 你抛弃了我 不愿再见我 但我一向你求助 你就俯听了我的哀诉 凡信赖上主的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 振作精神 众位圣徒 你们要爱慕上主 因为他保佑忠信的臣仆 对那蛮横的歹徒 他却要严厉地报复 满信赖上主的人 你们要鼓起勇气 振作精神 咱们主 咱们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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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主 咱们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上主 求你使我明了 如何遵行你的戒律 我要以全副精神 持守不渝 咱们主 咱们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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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主 咱们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那心灵同在 同独圣马尔古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喊门徒来到海的对岸 哥拉撒人的地区 耶稣一下船 立刻有一个 抚摸的人 从坟墓里出来 因着他走来 那人住在坟墓里 从来没有人能够困住他 甚至用锁链也不能 有人用锁链 和锁链困绑他 他却把锁链争断 把锁链弄碎 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在坟墓里或三夜中喊叫 用石头打伤自己 他从远处看见了耶稣 就跑过来 归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 至高天主支持耶稣 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因着天主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因为耶稣正向他说 谢摩 从这人身上出去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他回答说 我名叫军吕 因为我们众多 他在山恳求耶稣 不要驱逐他们离开那地方 那时 在那边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正在找东西吃 他们恳求耶稣说 打发我们到那群猪 那猪群去 好让我们扶在他们身上 耶稣允许了他们 邪魔就出来 进入了猪内 那群猪约有两千 便从山崖上 只从到海里淹死了 放猪的人逃跑了 到城里和乡间去报告 大家都出来看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跟前 看见那群猪的 看见那群猪的人 就是被群里所扶的人 坐在那里 穿上了衣服 甚至惊醒 甚至惊醒 就都害怕起来 看见的人就把 群猪的人所遇到的事 和那群猪的事 都给他们诉说了 他们便请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地区 耶稣上船时 那曾负过魔鬼的人 求他 让他同耶稣在一起 耶稣没有允许他 却对他说 你回家 到你的亲属那里去 向他们诉说 上主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 怎样怜悯了你 那人就走了 开始在石城区 传扬耶稣 为他所做的一切 众人都惊奇不已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祝福平安 你要回去 回到你的亲属那里 把天主在你身上 所做的一切 告诉他们 天主怎样怜悯了你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是耶稣来到石城区 来到外邦人的地区 在那里有一个人被覆没 那这个人是 非常强悍的一个人 没有人能够制服他 他来到耶稣跟前 夫妇在耶稣脚前 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 说让他 但是这个人说他是军旅 不要让他们受苦 到最后就求耶稣 使他们进入到群猪那里 但是猪到最后 我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他们就重到海里 统统都严死了 那很多很多人 这个群庄的人来 一听到了这个消息 来看所发生的事 那有人就告诉 有关这个人 这个被覆没的 现在已经 船上衣服了 已经好好的 以后那猪死了 他们就害怕起来 他们要求耶稣 要离开他们的地方 真奇怪 耶稣不是带来 一个好的事情吗 但是他们要求耶稣离开 为他们来说 有猪有两千 为他们这个是 可以说是一个经济的来源 现在统统都死了 耶稣带来的不是好事 是祸 所以要求耶稣要离开 当耶稣离开的时候 这个人被治好的这个人 他就很想要跟着耶稣去 但是耶稣就跟他讲 你回去 到你情绪那里 向他们述说 天主在你身上 所做的事 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人在享受天主 给他们大恩宠的时候 不想离开的时候 天主就告诉他们 说他们一定要离开 去报告这个好消息 这个让我想起 我去年 我去年我在彰化的晋商 毕竟十天 一开始的时候 就在那边就觉得 这个地方文字非常非常的多 第二天也差不多 但是第三天就开始不一样了 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地方 我开始享受 享受这个地方的宁静 每天就听到鸟的声音 那这个鸟就帮助我 可以更静下来 到最后就很不想离开 这个地方了 继续在那边就好 但是如果继续在那边 那是那个感觉 应该是不再是一样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得到了天主 给他们的恩宠的时候 就很想要停留 在这个的恩宠上 但是耶稣也吩咐他们 告诉他们 你们要离开 你们要去告诉别人 你们所感受到的 这个是很多 我们看在耶稣 先圣荣的时候 伯德路就说了 主啊在这里正好啊 当我们打仗坊 一个给梅瑟 一个给厄利亚 另外一个给你 我们就停留在这里 但是耶稣带着他们 要下场 当耶稣升天的时候 耶稣升天的时候 门徒们就是往上看 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现在的世界 但是天使就告诉他们 你们为什么一直往上看 你们要下山去了 你们要下山去 做什么呢 把你们所看见的 你们所体验到的 去跟别人分享 在今天的福音 这个人被治好之后 他本来要继续跟耶稣在一起 享受与耶稣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但是耶稣就告诉他 你回去到你亲属哪里 到你的朋友哪里 到你家人哪里 告诉他们天主的伟大 天主在你生命中所行的大事 天主怎样的怜悯了你 我们呢 我们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次 感受到天主给我们的恩仇 我们真的是很想把天主给我们的恩仇的 保住保得好好 要继续享受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有一个使命 我们也要想上 我们也要走出去 把天主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大事 去跟别人分享 让别人也知道 让别人也认识 伟大的天主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虫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 相爱你 我们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其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示过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深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深于教会首长 和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指引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尸千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 其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全去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这位蒙厚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就我们免以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人人都应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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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谁 大师真心灿烂光华 大师苦中爱乐华 千万人总法最美好 人人都应当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